第六集,蓝战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身份无比的费解,陈宇是谁,他不知道,他这会儿就像是穿上了陈宇这身外衣,不知道该如何是好,自己现在云和,成为陈宇,但他不知道陈宇是谁,是什么样的人,从事何种工作,听杨玲的话,陈宇肯定是有工作的,从事什么工作,不知道,现在怎么办? 杨玲是谁,是什么人,他也不清楚,这究竟发生了什么,元宇宙,平行世界的自己,无论是什么样的前身,蓝战都想回到自己原来的本体,而不是披着陈宇的蓝战,杨玲,我,昨天就在这里,蓝战想了想,没办法还是开口问了一声杨玲,对啊,你忘了,你昨天刚出院,昨晚你跟同事喝了一杯酒,醉了, 你昨晚是不是没睡好,看你的精神状态都不好了,要不吃完再去睡一会儿吧,杨玲关切地说,蓝战不知可否地按了一声,吃完碗里的饺子,真的重新上楼,蓝战进了房间,锁上门,然后坐了下来,细细理了一下头绪,想把来龙去卖了一个清楚, 但事实证明,她根本就想不出什么线索来,只是清楚自己明明就是和卫英去玩蹦极,然后就发现自己出现在这里,这个房间,这张床上,听那杨玲说,这里是西双版纳的云河, 这西双版纳和她有什么关系,她的灵魂怎么会来到西双版纳,卫英呢,卫英跳下去之后怎么样,会不会找不到自己,有没有回家,头疼,问题严重了,蓝战现在就附在陈宇的身上, 这会儿就是跟人说也没人相信,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,对了,今天是哪年哪月哪日啊,蓝战走到陈宇的书桌旁边,坐到椅子上拉开了抽屉,看到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,封面是深蓝色的锦灰皮面,边上还夹着一支钢笔,蓝战把笔记本拿在手里摸缩了一阵,决定把它打开,这本笔记本肯定是那个陈宇的,既然我现在是陈宇, 那我打开来看并不算偷窥,这,就是我的笔记本,蓝战翻开了笔记本,果不其然,这是陈宇的工作笔记,第一页写着,接到上级的命名,进毒大队又吹响集结号,据献报,金三角那边跟蒙卡有接触,当年蒙卡贩毒集团陶村于不准备重整旗鼓,继续做毒品生意,这人性就是贪婪,只要犯过毒就没有收手之日, 巨额的利润让那些人很难正而八经的找个事去做,只有符法,才会有个句号,云和安静了三年,底下还是暗潮汹涌,那些毒贩是不肯罢休的,只不过是暂时折服而已,他们都在势机而动,既然他们还敢再犯,那也只有雷霆在出击。 翻开第另外一页,写着,云和贩毒集团被捉归案,困扰云和多年的毒贫案告破,陈宇是个缉毒警察,蓝湛有点惊奇,也有点敬佩,缉毒警察是非常危险的职业,也是伟大的职业。 那个杨灵说她是陈宇的女朋友,那么,这个陈宇,肯定是个年轻的警察,蓝湛合上了笔记本站了起来,走到了衣柜那边,打开了柜门,看到里面就挂着几件T恤,几条牛仔裤,两件天蓝色的衬衫,还有两套整齐的警服,确定无疑,陈宇是个警察,缉毒警察。 蓝湛终于重新想起来了,我,陈宇,昨天从云和人民医院出院,被杨灵和一帮同事送来到这迷香咖啡馆,这是杨灵的咖啡馆,怎么办,我怎么就从蓝湛变成了陈宇,是掉进了时间黑洞,还是,我曾逝去,忘了喝孟婆汤,我怎么只记得卫英,我什么都不记得,却记得卫英两个字,这两个字一直在我的心头浮现, 她是什么样的人,使我即便变成了陈宇,也没有忘记她,我记得自己是和她一起蹦极,那肯定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人,她是我的。 是的,我今天醒来,又想起自己是和那个卫英去蹦记,还想起自己房间的檀香味,蓝湛拿出一套警服,小心地取下衣架解开了扣子,然后把它套到自己的身上,再走到浴室里照镜子。 果然,现在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人,一分不差,就是陈宇。 这个陈宇的身材跟蓝湛差不多,都是一米八级的身高,体重也应该是一样。 那警服穿上去,根本就像是为蓝湛量身而坐的和身旗了,看得出陈宇是有健身的人,身材管理得非常好。 这身衣服才会穿的那样英气逼人。 帅气,蓝湛不得不承认,眼前这个年轻的警察陈宇,长得确实帅气,一身警服正气凛然,让人不由心生敬佩。 站在镜前,蓝湛照了前后,对这个陈宇看了个够之后,才离开镜子,走出浴室回到衣橱前面,脱下警服,重新把它放了回去。 男人就是要穿制服,穿戎装,一身特别的衣装,把男子汉的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。 蓝湛重新躺回了床上,启动大脑,思索着怎么样去面对眼前的困惑,或者说是困境。 他是蓝湛,不是陈宇,他该如何去证明自己,让自己回到那个蓝湛的时间? 眼前还有个麻烦就是,陈宇的女朋友杨玲该怎么办? 但是,他是陈宇的女朋友,不是他的,他要是本来跟陈宇生活在一起,那就麻烦了。 蓝湛代替不了陈宇,身体是陈宇的,但灵魂不是,心不是。 如果杨玲,他该怎么办?走,该往哪里走? 云河对蓝湛而言,是个绝对陌生的地方。 他往哪里走?能住到哪里? 还有,他只是灵魂来到这里,两手空空,他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,他离开这里,如何生存? 没能生存,他将如何去寻找这一切的答案? 看这个房间的布置,可以看出陈宇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男人,一丝不苟,一尘不染。 这个,跟蓝湛很相似,能说是,他们俩是同一类型的人吗? 蓝湛对陈宇的一切非常感兴趣,是个男人,都会有英雄情节,顶天立地互有家园,当个保护神。 比如警察,比如军人,都属于这一种范畴。 蓝湛醒来之后得到的信息,陈宇是个了不起的男人,是个英雄。 蓝湛对自己存身于一个英雄身上,觉得特别的万幸和荣幸。 要是附身于一个流氓或是罪犯的身上,那就悲催了。 感谢陈宇,让我的身有所属,让我还能行走在这个世界,让我能去寻找魏英。 魏英,我需要魏英。 魏英,我一定要找到他,找到自己的来处,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。